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朋友当中呢 我们基本上都会称潘老师为潘四岁 所以在我概念当中 潘老师好像才刚刚出道四年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潘老师有出演过非常非常多的作品 为观众塑造过一个又一个的经典的角色 也不断实现了自己在事业上的突破 此刻呢 让我们一起怀着激动的心情 即刻开启潘月明的生日之旅 首先呢 就让我们来重新回顾一下 潘老师在他的演艺生涯间 为我们塑造过哪些经典的角色 中文字幕志愿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着急地震动的心情 当你和我永远都会永远一样 瘦的天气 灵魂的灵魂 你会跟着我玩 像是一只小孩 不论你心情还是起源 永远爱的 不能离不及 我说要面对它 是现实 你生日的未来会痛苦 你怎么提过得到 i still love me when i got nothing but my aching soul i know you will i know you will i know that you will 我他妈的不喜欢我呢你喜欢我 when i'm no longer beautiful i've seen the world lit it up as my stage now channeling angels in the new age now hot summer days rock and roll the way you play for me at your show and all the ways i got to know your pretty face and electric soul will you still love me when i'm no longer young and beautiful will you still love me when i got nothing but my aching soul i know you will i know you will i know that you will i know that you will will you still love me when i'm no longer beautiful will you still love me when i'm no longer beautiful will you still love me when i'm no longer young and beautiful i know that you will 你今天朋友 我有皮事 别管 我没事 哎 怎么样 潘悦鸣帅不帅 哎 我跟你说 其实今天我来到现场之前 我还挺担心的 我很怕大家的热情 好像会不够燃爆 但我发现你们的热情 真的绝对可以 今天掀翻这个屋顶 看过这段视频之后 我相信很多人 一定勾起了你们很多 在观看这些剧 当时的那个心情 没有错 潘老师就是以这样敬业 和专业的姿态 一步一步地得到了 全宇宙人民的认可 我相信此时此刻 大家已经迫不及待了 那就让我们 用最热情的尖叫声 有请潘悦鸣 尖叫声好像 哎 可以可以可以 有请潘老师 你别紧张啦 你干嘛这么拒紧呢 来来 好 我们坐吧 没有 因为我私底下 跟潘老师是好朋友 然后呢 我跟潘老师 也有个差不多 小一年的时间 没见面了 潘老师其实生活中 也是这样了 就很可爱 然后都是这样 憨憨的 但是我希望今天的 潘老师会会 面对我们这么多 粉丝朋友的时候 稍微的开心一点点 热情一点点 我那个在后台的时候 就已经很激动了 所以就有点小紧张 但是真的很感激 因为我觉得就感谢的话 已经拿语言没法表达了 所以就很开心 谢谢你们 太谢谢你们 太谢谢 我其实啊 今天在上台之前啊 因为我有跟这个粉丝 有沟通过 我知道有非常多的好朋友 都是从全国各地 特意飞到北京 来参加潘老师的生日会的 我想知道 有大概从全国 哪里飞来的朋友 可以 全是从外地来的 没有北京的 我就说嘛 那从外地来的朋友 是不是用 携程网定的票啊 乖 最棒的就是你们了 好 那其实呢 今天啊 所有的好朋友 来参加粉丝会呢 我相信潘老师看到 一定非常非常的感动 其实啊 有很多的 粉丝 都有很多很多问题 想问你 因为难得能够遇到 您本尊一次 是不是 所以呢 今天我们请到了 几位粉丝的代表 上台呢 问潘老师一些 他们很想问的问题 好不好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粉丝代表上台 潘老师您好 主持人您好 来请 哈喽哈喽 潘老师您这边 来我们台中间一点 怎么样 看到本人了帅不帅 很帅啊 帅吗 我今天一定要闹你 我跟你讲 因为我平常没什么机会可以闹他 今天一定要闹他 好 那喜欢潘老师多长时间了 我是从白血之星之后正式开始 就是潘老师 但是我看潘老师第一部电视剧是《金花烟女》 哦 那也算是蛮早 对不对 很早了 哦 那好 那下一位朋友呢 我跟他差不多 我是看那个 《树仙》的时候 哦 那个《白蛇传》的时候 对 下面那样子咱们起 好 那下一位呢 我大概也是从白夜开始 粉潘老师的 但是知道潘老师很早 很喜欢小白 谢谢 啊 OK 好 哎 那今天啊 三位好朋友 是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问潘老师 我们一位一位来好不好 先有请这位正在看手机 你卫这个台词的怎么样 问题还没有背下来对不对 不是 啊 那在干嘛 我想问一下潘老师 就是您什么时候会就是开始宣传新剧鬼吹灯 然后给我们曝光剧照 然后拍完鬼吹灯之后是决定休息一段时间 还是有马上进下一个剧组的计划呢 就现在就在拍 对 现在就在拍 然后还没有那个剧组还没有说要官宣 对 所以就造型还不能爆 然后是很不好意思 然后其实自己觉得对造型还算满意吧 但是也没办法发出来 然后就每天就画些那个画什么的 然后就觉得挺不好意思的 对 我也在那个微博上跟大家说了 对 然后我觉得可能 嗯 等剧组同意那个官宣的时候 就造型啊会有不同的 就举照就会出来了 对 然后拍得很顺利 但是也比较艰苦 因为我们 我是大年初九进的组嘛 然后浙江天节比较冷 然后最近才转暖的 我们基本上都是晚上工作 因为只有晚上拍才有气氛 对白天 因为鬼吹灯嘛都是晚上 对 然后就也有些打戏啊 然后跟人打的 然后跟其他的什么 对 嗯 自己去展开浮想联片啊 嗯 跟什么打架 对 然后拍反正就希望顺顺利利把这部 这部这个名著把它完成吧 然后希望能够呈现给大家一个好的作品 因为大家都很拼很努力 然后导演也很有经验 然后 嗯 我来的时候 然后那个 那个光复导演还在那个现场 就因为天气就热了嘛 然后大家都在棚里面拍 都是治的景 很辛苦 然后拍完这个后面 可能就接一个现代戏了 对 然后就是 啊 都没有时间休息哦 这样粉丝会心疼的 你们会不会心疼啊 会 没有 那个 去年宣传的 跑那个白夜之星宣传的时候 大家都希望我赶紧那个上戏 然后 现在就想多拍 把时间就 抓紧一点嘛 然后后面现代戏叫逆流上的你 对 然后是 哎 有知道 有知道对不对 他现在时时刻刻follow你的消息 对 然后跟那个 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女演员 对 叫 玛丽 对 我合作 对 也是很棒的一个本色 对 所以就 因为 我觉得好剧本很难碰 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好剧本了 呃 就 舍弃一些休息时间 大家也会支持我的 嗯 你们有发现吗 潘老师最近真的瘦很多 真的 是不是让他多吃一点平常 我觉得瘦的还不是太理想 他真的 我因为我去年见他的时候 他真的还没有这样 可是现在他本人 我刚才见他本人说真的瘦非常非常多 要照顾好自己粉丝会心疼的 照顾挺好的 挺好的 对 我就是我因为平时其实以前胖都是因为 身体已经不需要了 然后你还给予 对 所以现在就拍戏的话 因为要自己掌握一个节奏和弹性 那就就尽量的只要是保证体能够 然后就不用吃它太多 嗯 再加上一些正常的消耗 我觉得就就健康一些 然后形象上在在就加点分 可能对这个剧也有帮助 形象已经非常加分了 不不不 没有没有 在他们心里你愿的是最棒的 对 我那个还还要在脂肪 我觉得可能还还是有点多 对 就在在理想一点 我觉得在控制体重的同时 还是要注意身体健康 这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情 健康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要有一个饱满的状态去工作 对对对 最近状态就很好 好 我们看看下一位有什么问题 我想问今年是那个世界杯年嘛 然后想问呀 因为胖儿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看 什么叫年轻的时候 真的不会聊天呢 我们年轻人的四岁 真的是 不是 潘老师小时候 现在就小着 其实一直都是这么年轻 好吧 闹你了 闹你了 继续问 继续问 他忘了 一时间忘了要问什么了 世界杯世界杯 对 潘老师今年有空会看那个世界杯比赛吗 会会会 那个 那个 就很遗憾老师在有世界杯的时候在拍戏 然后 已经都习惯了 对 因为 呃 我记得 呃 02年 02年 我在拍惊涛骇浪 然后那会就没办法看 对 现在有手机了 然后06年在横店 02年你应该还在上幼儿园吧 02年 就已经开始在看 世界杯 确实是从年轻的时候就这样看 哎 我跟你们说 我跟潘老师第一次约出来我们那个就是小酌一下喝酒也是在看世界杯吗那个时候还是欧观 呃 是不是10年世界杯啊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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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年吧 14年那个时候 那也是世界杯 世界杯吧 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潘老师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球迷特别喜欢看 哎 就喜欢看他们踢来踢去 那我顺着这个问一下最喜欢哪个球队以及最喜欢哪个球星 呃 我一直 其实我就比较 怎么说是 应该怎么讲 反正就老老的那些球员我都特别喜欢 嗯 罗纳尔迪妙 啊 然后 罗纳尔多啊 飞哥 嗯 对 然后 伯格坎普啊 克雷斯波 巴迪斯图塔 这些人你们都不知道是谁对不对 哈哈哈 因为我觉得女孩应该不太喜欢 看足球你知道吗 喜欢 爱乌吉乌啊 喜欢他就要喜欢他的一切 好了 这些都粉起来 统统粉起来了啊 就现在就还是喜欢巴西和德国队 啊 我觉得 球风都不一样 但是都能展现出足球的魅力 嗯 我特别希望决赛是他们碰 啊 这样我就心满意足了 虽然就是因为工作可能没办法就 多看但是 偶尔关注一下也可以帮自己 剪一下压 对 看的时候会很放松 对本来其实有 也有那个节目找我去俄罗斯 然后就特别心动 但是没办法就还是得先 形成拍不开吗 把戏拍好 对对对对 很可惜 但希望以后有机会啊 这个所有的媒体朋友们以后 这种类似的足球运动的话 可以多多给我们这个潘老师下谈 哎 你看我看到媒体已经举手了 呃潘老师的经纪人在后方啊 请以局的联系 好那我们下一位啊什么问题 多贴心啊你看看 呃 您好潘老师 在问问题之前我想多说两句 就是粉上年的时候是去年的十月份 当时是我人生的最低谷 然后报受了时间 嗯 也离头 因为工作方面不顺利 然后考试方面也不顺利 但是粉上年之后 您给我很大的力量 然后我就转运了 现在 还有这功效 现在找到了很很好的工作 然后头发也长出来了 等等等等等等等 我跟你说 这个有点邪乎啊 你粉上潘老师找的好工作 这头发怎么长 因为潘老师真的给我很大的力量 潘老师很多人生的哲学 然后一直帮助我坚持下来 遇见不顺的事情 然后自己要努力的坚持 一定可以看得见光明 所以这次其实是过来还愿的 谢谢您 是怎么 我们这是曾 葫萨妙了 这是要开始 不好意思 然后想问一下您的问题吧 就是 您特别喜欢宫崎骏的哪一部动画片 然后其中喜欢什么样的配乐呢 谢谢您 就是先说前面那个问题就是 关于秃顶这个事 哈哈哈 关于拖发这个事情 谢谢大家 因为那个 那个 白眼追凶然后就是了解我 然后 呃 就 我我我我 就支持我的一些那个 就生活上的一些想法哈 太谢谢了 但是就是关于生发这事我真的不知道 对 我都要笑死了 这个 但是 呃 反正只要 只要能让你开心 或者说 呃 能够 我没有共同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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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价值观 呃 我觉得就就大家就相互勉励前行吧 我觉得 对 然后宫崎俊 呃 我最早看的是龙猫 所以印象最深的就是 就是 那会儿叫邻居陀陀陀罗 对对对 然后音乐就永远都忘不了 就是 登登登登登登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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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他全程跟唱 哒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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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啦哒哒 这些小时候就是特别喜欢这样的旋律 觉得很很很很很魔幻 然后 然后就像在梦里一样 然后看那么胖的一个熊大龙猫还能飞起来 对对然后就印象很美好 在家自己爱画画色彩啊什么 我有看过你画龙猫啊 我去潘老师家那次 然后我想跟潘老师凹一份他画的画 然后有个善谷嘛 然后潘老师那个时候说他很谦虚 每次都讲说这个真的写的没有那么好 等下次我给你弄个好点再给你 其实已经很好了你知道吗 他就是不想给我 我就一定要下次凹一份 这个不行我就直接就蹬走了 在这里一定要讲一下 这个跟全国的广大有这个泻顶跟突发的朋友们 如果以后再有这方面的困扰呢 请粉上我们的潘老师 马上这个困扰就不见了是不是 头发各夜长出来 好谢谢我们三粉丝 要不要跟我们这个潘老师握个手啊 或者是要 可以吗 哎呦 我只是说握手 潘老师已经主动开始给拥抱 你看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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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好好好 谢谢谢谢三位 请抬一下就座 谢谢 谢谢 哎呀好福利啊 来潘老师我们抬中间 你在喊什么 吃醋啦 吃醋了 好了这个非常感谢我们的粉丝的提问 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非常期待的生日游戏环节了啊 我们的第一个游戏呢就叫做正话反说 什么意思呢 让我来介绍一下游戏规则 正话反说的游戏规则呢比较简单啊 参与者并排站在台上 我将对每一个人说出一个词语或者是短语啊 参与者呢需要将自己说的这个短语呢 反着来告诉我 我们的现实是五秒钟 如果五秒钟之内你不能够将这个词语反过来的话 就算是挑战失败啊 比如说啊 你好吗 来我再一次啊 你好吗 你说不好那个你给我站出来 现在是不是有脱发的困扰 开始没有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了啊 我说你好吗 然后你们要反过来说妈好你啊 五秒失败者呢将淘汰出局 每一轮都会增加字数 也就是说不仅是三个字 我们会四个字五个字六个字七个字 潘老师这样有明白吗 可以 很清楚哈 OK好 那这样啊 现场呢我们就有请潘老师来点五位粉丝上台 来 稍微 怎么点啊 稍微等一下不好意思啊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稍等 今天我们这个呢 来了一位神秘的嘉宾啊 也是我们生活中的好朋友 在我们的游戏开始之前呢 先让我们有请演员孙坚上台 呀老孙 呀呀呀呀呀呀呀 没想到今天你会来呀 孙老师 来来来来 送这 这啥 你太过分了 送的炸鸡可乐 哎我先拿来 来老孙 今天什么机缘巧合来到这边给潘老师那个过生日 啊 因为我我就来这点时间 因为等一下还要去别的工作 然后呢 是因为这两天辛苦他了啊 然后昨天和前天一直在录我们自己的节目 然后我们俩已经很久没有见了 但是这次见面的时候我吓了一跳 他瘦了 因为我以前是一个就是每天 就是我们俩发现稀 我说老潘 瘦点啊 瘦点啊 这个不能吃 那个不能吃 然后我俩见面的时候 我们俩拍过一个照片 我还说叫合肥 然后我说老潘 你不要忘记你以前是个美人啊 对吧 现在也是 现在是盛世美颜 行吗 好 那我就觉得因为 他真的长得太好看了 你懂这种感觉吗 就是有一种人就是天生脸就好看 对吧 所以呢 我就老嘟嘱他一定要减肥减肥 但是我昨天一见他 我觉得我瘦了 那我今天就送着他这个礼物 炸鸡 这叫花 花 炸鸡 里面有炸鸡啊 有汉堡啊 有可乐啊 我觉得应该在补补了 是不是啊 你们看着是不是有点心疼啊 我想问一下 这个老孙 那个跟潘老师的这期熟悉的味道 大概期会在什么时候播出 我们应该在六月份了 六月份播出 在六月份 因为我们首播是在五月二十号 我录了熟悉味道 我刚才还跟我们自己的朋友在说 我们录熟悉味道录了两季 这是第三季了 对 我录了二十多个嘉宾 我可以在这边说 我说他是最适合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位嘉宾 为什么 首先要说啊 我觉得每一个人来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 吃货是吗 对 首先呢 他自己 他自己也喜欢吃 但是在于情感这个方面上说 我觉得潘月明这么多年 我觉得在找 越来越来找回了自己 就是知道自己是谁 找回了自己本真的我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本来就是寻人寻味 寻情 我觉得他在这里面 经过这么多年 慢慢都找到了 所以他这档节目 他来我们这个节目 我特别感动 我特别特别感动 这是你俩第一次合作录节目吗 我俩第一次 第一次 你俩认识很久 认识很久 但是第一次 还期待下一次录吗 期待 期待吗 挺期待的 他们那节目找人找可厉害了 想找谁就找他们那节目就行了 真的吗 对 这么厉害 老潘等一下是不是还有 那个谁 老潘不是 他们俩经常搞混 因为生活中经常这么叫 老孙等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的情形 你能不能叫我小孙呀 小孙 有什么行程 我马上要再去拍广告 这么急都过来 赶紧给我们潘老师送上花 因为他昨天在录我们节目的时候 其实我们节目组有送他一个蛋糕 然后大家都说他瘦了 说他瘦了 我今天我是觉得 我们认识这么长时间 他今天过生日 而且现在喜欢他认识这么多 我觉得应该作为朋友来说 一定要力听 真够一切 太谢谢 来个拥抱吧 给大家来个拥抱 祝潘老师越来越瘦 因为我们俩下面还有一块合作拍一部戏 希望那部戏里面 等一下 等一下 什么戏 还可以 现在可以透出来吗 那我们等官宣吧 但是还没有对不对 我们一直等官宣 刚才其实已经说了 已经说了 你说了 跟马依丽那一部吗 对 马丽 马丽 我听 马丽 不好意思 马丽老师 在这里可以补上一顿道歉 对 我们六月份就要进组了 希望在下部戏里面 接下来的三个月里面 潘老师多多照顾 互相照顾吧 你俩也别客气 开出一个很好的作品 好 一起努力 谢谢大家 大家一居支持他 我出了 拜拜 辛苦 拜拜 麦克风 拜拜 好了 别送了 可以回来了 差不多就得了 好 一个小小的神秘嘉宾 来到我们庆祂送花 那接下来 还是回到我们的生日会 等一下 我们要从五位粉丝当中 抽取五位粉丝 当然这个权利呢 是交给潘老师您的 抽怎么抽取 他们举手你点 哦 好吧 这个就太纠结了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 让潘老师来选择 五位粉丝上台 不然我们就这样啊 因为我觉得这样选择 可能确实有点难 那我们就 潘老师你说出来 第几排的 左起第几个 或右手第几个 好吧 这个完全不知道的 只是随机的了 第七排的第三个 左手右手 这边 第七排的左属第三位 对 自己数一下 第七排的左属第三位 好 下一位 再来一个 第五排第二个 第五排右属第二个 对 第五排的右属第二位 好 点到的朋友请上台 自己数一下 好 再下一个 第六排的第九个 第六排左属第九位 对不对 第六排的左属第九位 好来 再下一位 第三排的第三个 第三排的右属第三位 右属还是左属 左属吧 左属好 第三排的第三位 戴眼镜这位 可爱的小女生 还有最后一个 来 没事 你也来 你也来 来 来 直接叫我来 然后这边 小红帽 小红帽 我们已经超远了 几个 已经六个了 八老师 是不是六个了 来 刚才点到的 那个好朋友们 请上台 来 请上台 不要着急 我们等一下 还有一个游戏 总共有两个游戏 可以玩的 来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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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五台中间 现在几个 还不够吗 四个吗 还有吗 刚才点到的 等一下出来了 已经出来了 已经出来了 后面吧 后面那个穿粉衣服的 那个 好 派老师今天开心 我们就多点几个 一二三四五六 OK 可以啊 好 那我等一下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环节 不要着急 都有机会 来来来上台 好 好 那 这个游戏呢 刚才的游戏规则 我介绍过后 大家都有很清楚吗 正话反说 我说了正以后 你们要回答反的 好不好 那谁先回答呢 我们就是挨个来 这样好不好 好 很快 不对 前面应该是抢答的 一个环节 所有的人 谁先第一个说出来 因为你们六 我说出来 你们是一起听到的吧 抢答然后呢 没抢答到的就淘汰吗 不是 没抢答到的就不算 那怎么才能淘汰人呢 淘汰 这是个好问题 对啊 我们怎么才能淘汰人呢 对 那就是我们一个一个来 好不好 好吧 我们就一个一个来 那就从我这边的这位 可以开始可以吗 好好好 注意了 你只有五秒钟的时间 第一个 潘岳明 生日会 不许提醒 主持人很严格的 要把它淘汰掉 那我们就这样的 一只锐好不好 我来 生日会 会日深 空城祭 祭空城 来 恶作剧 剧恶作恶 鬼追灯 灯吹鬼 来 紧箍咒 咒咒紧 这个还算OK 好我们就往回 现在追加到四个字了 白夜追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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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凶无大志 好了这个 我们这样只是 中间如果说 没有回答上来的话 其实就已经算淘汰了 对对对 好不好 那刚才戴帽子的那位 还有这位不好意思 我们就旁边 稍微休息一下 好不好 这边这边 OK 好 接下来 准备好了 秋高气爽 谢谢 爽 爽气高秋 好 算你个 来 大雁南飞 飞南雁大 OK 好 山河壮眉 美河壮山 美壮河山 好 这个也算出错了 好 我们又淘汰了一位 接下来 川流不息 不流传 OK 好 来 哎 你是淘汰了吗 那还搁这干啥呢 没有开玩笑 开玩笑 好 来 接下来 我们已经增加到五个字了 下一个 不好意思 我到这边了 我不用参加的吗 所以潘老师也想玩是吧 不是 我 我主要不知道游戏规则 游戏规则 最后怎么样呢 因为人家最后赢的要拿奖品 你说你要赢了 那我不参加 我站到边上来 也不行 你想玩的话也行 要不然的话咱俩这样玩一个 不 来一个吧 来一个 好 来一个 来 来 来个啊 好 那我们就从潘老师开始 注意听了啊 五个字的啊 烈火建真金 金真建火烈 可以啊 反应很快啊 好 来 那我们一试往下走啊 临时抱佛脚 小国抱直林 OK好 来 下一位啊 庐山真灭木 木真 错了 已经过了啊 已经过了这个时效了 好 所以现在还剩最后的两位 我们再过来还是从这边开始啊 注意听好下一个是什么 还有五个字还是五个字 还是五个字 名师初高图 无师名 非常好 潘老师注意到你了现在啊 这个特别适合你啊 名以实为天 天为实以名 OK好 来下一个啊 听好 女大十八变 变 八 十 大女 好 那我们就算 算过吗 算过 好 那我们算过 因为接下来非常难是六个字的 我相信他们应该不行了 听好了 六个字的题目啊 海水不可陡凉 可不水海 他记忆超好的 真的 来了 潘老师啊 注意 河水不犯井水 水井犯不水河 可以啊 我现在 我现在很担心 最后冠军是你 你知道吗 我们主办方准备的礼物 粉丝拿不到 最后你拿走了 就不送 这么任性 来 我们下一位啊 小红帽 来 这个叫 画腐朽为神奇 奇 自己 自己推赛了 自己主动了 齐神 为 齐 好了 这样时间真的就已经过了哈 好 那两位要不要再加PK了 就你们两个了啊 现在你们两个PK了啊 因为不送嘛 死也不要送 来 从这个我们这个粉一粉的女生开始啊 此地无银三百两 我 两百三 您无一子 哇 我觉得这样说来都已经很难了 潘老师准备好了吗 好 接下来 失败为成功之母 母之 公成 我听到底下说 你就认输吧 一个礼物都不舍得让 母之公成为拜师 母之公成为拜师 好 刚才是谁说的你就认输吧 啊 这么大方举起来 我们潘老师我跟你说 不会轻易认输的 好 接下来了啊 注意 时时物者为俊杰 节俊为 者 物时时 哇 真的很厉害 潘老师啊 注意了 来 无事不登三宝殿 电宝三灯 是不无 哎错了 终于潘老师错了一个 是电宝三灯 不是无 潘老师 这个礼物还是不是要送给我们的小朋友 啊 但是我跟你说 其实这样你拿到这个礼物更有意义 因为最后你是跟潘老师比赢了这个礼物哎 是不是 比跟其他人开心很多啊 怎么样 跟了潘老师玩的开不开心 开心 非常开心 见到潘老师开不开心 特别开心 特别开心 晕的已经 完全是晕的是不是 那需不需要稍微醒一下 嗯 怎么醒 怎么醒 我觉得一个拥抱可能会让你醒一醒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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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么小气真的是难得人家有机会 啊 啊 啊 大家不要吃醋 我已我是已婚了 啊 啊 你等一下 你急你急几年的 我八九年的 你八九 看真的看不出来 我以为他是九零后小朋友 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请班老师那个 我这次回家以后就可能想准备二胎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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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老师能不能帮我那个二胎取个小名 取个小名 这应该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事吧 自己的偶像给自己的孩子取名字 潘老师 哎 可是这样如果是男生或女生的话 有没有差 都可以 不管男生女生取一个小名 就乳名了 这叫小名 我挺喜欢星辰这个词 星辰 对 你选一个就可以 星星或陈陈 这两个字你选一个就好 星辰 对对对 真贴心 我生了以后可以给再来玩上那个词心 谢谢 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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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怎么称呼 我姓张 叫张景 张景 等一下呢这个取名费给我们的经纪人算一下 好吧 也毕竟这也是 是吧 你当这么全国观众的面你被别人取了 好开个玩笑啊 也感谢几位刚才参与我们的游戏 来 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送上礼物一份 谢谢 好 还是想要 好幸福 好幸福 谢谢 谢谢 恭喜 好 那有请我们的五位粉 哎哟 都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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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福利真的是给大了 哎 开心开心 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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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有请五位就座啊 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谢谢 谢谢 好 来 有请潘老师舞台中间 哎 我第一次知道你还会取名啊 对 还有生发的功效 不是 我跟你说生发这个梗啊 明天可能上热搜了 粉潘月明能长头发 好 那我们刚才这个游戏呢 大家玩的还算是尽兴吗 还要不要再一轮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再来一个游戏啊 先不要着急 我先把游戏规则 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 下面这个游戏呢 就要考验我们潘老师和粉丝们的这个 演技了 都知道潘老师演技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我相信你们粉了他 你们的演技应该也弱不到哪里去吧 好 那这个游戏呢 叫做你演我猜啊 看看谁演的到位 谁的脑洞更大 游戏规则是两个人一组 一个比划一个猜啊 我们这个游戏规则是这样的 点五个粉丝上台 粉丝来比划 潘老师猜 六十秒之内 潘老师猜对谁的最多那个人为获胜者 这样有明白吗 好吗 来潘老师还是您点 还是像刚才那样吧 嗯 那个戴白帽子那个吧 好 那个举牌子的那个黄色的那个 月明哥哥那个 对对对 然后举牌子蓝色那个 有两位 那一个就好了 然后 好好你来你来你来 哪位拿手机的吗 对对对 好拿手机这位 好 几个够了吗 那你也来 戴口罩那个 好 好了好了超远了 舞台要崩塌 好 好 我们舞台 对你们中间 好来看看有几位啊 一位两位三位四位五位六位 好 你看 你跟他说什么 你跟他说什么 我说我近视眼坐在那里太远了 看不见线终于看清了 对 所以离这远的看舒服 还是离这近看舒服 你说呢 人好多 六位是不是 还有吗 没有啦 那边还有一个 没有啦 主持人不答应这件事情 好 所以还要再来 两位哦 两位吗 对 好了今天潘老师生日 潘老师最大了 他说什么是什么 来我们舞台中间来 来来 你们真的应该感谢潘老师 原本我们这个定的 就真的只有五个人 现在是多少个 八个人哦 嗯 好那就 辛苦我们的工作人员 记好每个人的号码牌 这样啊 我们开始每个人有一个代号 从我这边开始数起 一号 二号 三号 四号 五号 六号 七号 八号 请工作人员依次记好号码 并且计算他们最后的成绩 因为我们最后还是要给出礼品的 好不好 对 好来 现在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要抽一个卡 这个卡上面会有到时候你们需要笔画的词语 来嘴皮抽 不能让我看到 当然不可以 对对对 不可以给潘老师看啊 嘴也不能说 嘴也不能说 来 好我不看 好我们的这个手卡上面啊 大家都会看到 从数字01开始一次到20 总共有20个词语 抽到的什么 你们就要笔画什么 好不好 那现在呢我们先有请其他七位粉丝 先到台方面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一位一位来 有请一号先 一号先来啊 来这样 你开始笔画 潘老师开始猜 猜是什么呢 就是他笔画 一句话都不说是吧 不能说 一个字都不能说 那我猜的是什么 是成语还是什么 词语 有可能是词语 对 先告诉说几个字 然后你就开始笔画 好好好 同意思了吗 好现在 计时 开始 好 第一个词 请开始几个字 嗯 不能说话啊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这是什么 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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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字 你要比划呀 你要开始比划 你要用形体体 对 做饭 其实这些 对 对 就这样 2号那位朋友 好 你就在这就好了 OK 你就那边就可以 那边就可以 好 来 几个字 计时 等一下 计时 开始 快快快 两字 我去那边这样 我稍微给你个小帮助 这是什么一个行为吗 哎呀 这个好难 哦 证件 这是个书吗 哦 奖牌 金牌 哦 金牌 OK 好 算贵 快快 下一个 下一个 还有 你的 60秒 60秒 快 继续继续 下一个 几个字 两个字 台阶 门 不对 门槛 好 好 时间到 我们的2号呢是两个 好 来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3号 我差点说成安检 刚才 不可以讲话 你只能告诉朋友是几个字 几个字 几个字 两字 两个字 好 很难 这就是难吗 这个也蛮难的 其实可以的 你可以选下面的 你可以选下面的 好不好 对 这样我们可以选择自己认为简单的 对 只要多 我猜的多你就赢了 好不好 两个字 面膜 然后 洗脸 面具 对了吗 面具 OK 好 下一个 快 下一个 下一个 两个字 笔记本 不对 两个字 写字 签字 签字 签名 好头疼啊 三个字 三个字 一个人 唱歌 唱 然后 啥字 OK 好 时间到 KTV 十几个 一个 OK 好 谢谢 有请下一位 下一位是几号 四号了 对不对 好 选择你认为简单 潘老师能猜得到的 来 几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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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时开始了啊 两个字 上吊 怎么 这么大丑吗 项链 哦 狗链 项圈吗 项圈 项圈 好好好 算一个 来 两个字 混水摸鱼 两个字 抓出来 那是三个字 这是什么 什么 要过吗 洗牌 好 洗牌 有现在两个了 再有没有再有 自水枪 几个字 三个字 点火器 灭火器 好 好好好 OK 你继续啊 时间没到就OK的 继续来 几个字 锤子 是个人 你这个人 OK 好 时间到 我们是三个 目前位置也是最高的 来 尤其我们下一个 五号 我们稍微往台中间一点 好 来 往这边点 你稍微往前一点 好 来 怕什么 他也不会吃了你 好 来 计时 开始 手机卡 充电 充电 OK 好 过一个 好冷 几个字 几个字 冬眠 对 又对了 好来 不能说话 几个字 几个字 好 几个字 牛 几个字 三个字 蜂牛 不是 需要去找医生 蜂牛病 对 好 三个 来 抓紧时间 有可能是最多的那一个 来 什么 几个字 洗手 四个 好 时间还没到 时间还没到 几个字 然后 直 直 弯曲 对 是弯曲吗 我要确认一下 真的是 几个了 五个了吗 五个了 时间还没到 快快 到了吗时间 OK 目前为止最高五个 好 有请我们的下一位 下面是几号 该六号还是七号了 你是几 六号吗 六号 来 准备好啊 我们就计时 开始 几个字 几个字 两个字 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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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来 下一个 下一个 几个字 何时 许愿 拜佛 指人 僧人 祈祷 一种人 僧人 可以过 可以过 换下一个 哪吒 快 换下一个 三个字 三个字 就有这个 不能说话 然后 电视机 小心点 看电视 看电影 看电影吗 看电影院 电影院 OK 两个两个 来 继续快 几个字 跑步 冲刺 好 好 三个 三个 来 快 还几个字 OK 时间到 三个也是成绩还不错了 来 我们就请下一位 挺厉害 都是我太笨了 不好意思 你已经很聪明了 比破我的话 只不定猜不着呢 真的是 好 来 等一下 准备好啊 计时 开始 然后呢 刷卡 钱包 钱包 好 来 第一个 再还有 架子骨 猪 好 两个 猪 猪 两字 吃饭 我要笑哭过去了 对吗 对吗 对 第一个是对的 第二个是 吃货 什么 吃货 好 OK 我们就算一个 来 几个字 两个字 两个字 然后 搓澡 搓澡用的 搓澡金啊 几个字啊 两个字啊 搓澡用的叫什么 肥皂 洗澡 不是搓澡 肥皂是搓澡用的吗 对了 那怎么是搓澡用的呢 还有 几个字 自杀 自杀 一个字 一个字 死啊 他戏好多 刺 刺 OK好 时间到 时间到 也非常非常好 非常棒 后面还有吗 最后一位对不对 好 来有请八号 来 哇 他表演欲望很强烈 好 来 好 来 准备好 我们就计时开始 几个字 两个字 客瓜子 不是 不是 两字 两字 瓜子 瓜子 OK 好 第一个 来第二个 几个字 弹吉他 两个字 吉他 OK 两个 来 接下来 几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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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字 敲门 敲门 啊 老师 啊 老师 好 来 下一个 四个字 四个字 胡子 然后 偷偷送礼物啊这是 是什么 胡子 啊啊啊啊啊啊 我知道 我知道 哦 圣诞老人是吧 OK 好 来 接下 切蛋糕 切蛋糕 几个字 几个字 两个字 蛋糕 生日 菜 切菜 OK 好 时间到 时间到 切糕啊 好好 谁出的题啊 有请我们的这个 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统计出最后是有几号 五号 答对了几个 五个 好 恭喜五号 答对了五个 能够得到我们这个礼物一份 有请我们工作人员 让帕老师亲自送吧 帕老师亲自颁奖给我们的这个 谢谢帕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啊 那这个底下的粉丝呢 一会就要起义了啊 就是坚决是不能够再拥抱了 那好那就非常非常感谢 刚才其实游戏过程当中已经很开心了吧 对不对 那非常非常感谢各位 我们台下就坐 谢谢大家 真的可以 好好好 来 谢谢 谢谢 哦 礼物吗 你买 你买 这个是 OK OK 好 好 这牌下去交给工作人员就好了 这是怎么着呢 哦 谢谢 好 我们可以打开看看吗 直接打开给我们看一下 是你画的 哦 四件 哦 画的那个造型 给我们看一下啊 对 这个观红羽绒服是什么鬼 挺好的 挺好的 很有心 感谢了 太谢谢了 谢谢 感谢了 好 那我们先把这个先放到一边去啊 好好好 好 来 谢谢 大家送你那个电台 然后给你放到那个层面 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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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太感谢了 来吧 我们先底下就坐好不好 先底下就坐一下 然后呢 等一下我们还会有一些其他互动环节啊 谢谢啊 好了 握手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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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手都不让握 你们也太小气了吧 蛤 蛤 蛤 这个玩了游戏之后啊 有没有出汗啊 嗯 还好 还好 这都是冷汗 都是冷汗 对 猜不到是不是 我们都知道这个潘老师不仅是演戏演的得到了全宇宙人类的这个认可 并且呢 哈哈哈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因为私底下呢我们也有去唱KTV 潘老师 歌声真的是了得 而且去年的跨界歌王相信大家都有看吧 前年的吗 哎 我怎么记得是去年啊 前年 啊 那就是我的记忆错乱了 不好意思大家 因为我在我印象当中我每年都在跟他唱歌啊 这个今天来到粉丝会现场呢 我相信他如果不唱首歌你们是不是不会同意啊 潘老师我替粉丝凹一个小福利 可不可以现场给我们唱一首歌 呃 大家一块唱吧 我觉得那个反正 对 对 虽然是新歌但是都是老词 就那白夜追凶的那个片位曲 啊 可以可以可以 好不好 对 因为我也好久没唱 我怕我忘词 所以就让他放一个那个原唱版 然后大家一块就起起哄 一块热闹热闹 好不好 好 那就这样 接下来就让潘老师 有字幕吗 在后面应该是 好好好 你放心 你不会唱 你就给他们 好 我简单的事嘛 我们跟着字幕一块唱吧 好吗 那就大家跟潘老师一起大声的唱出来 好不好 好 白天不懂夜的黑 有请潘老师 来 不敢放那个伴奏了 我怕我又到时候又脱拍 又成了上次那个那个样子 哥一定会想办法这么 了 它们是十秒的 嗯 满泡 你不敢吃 只交替美交换 无法想象对方的世界 我们仍坚持 各自等在原地 把彼此站成两个世界 你永远不懂我伤悲 像白天不懂夜的黑 像永恒燃烧的太阳 不懂那月亮的阴阙 你永远不懂我伤悲 像白天不懂夜的黑 不懂那星星为何会坠跌 真的不行 幸亏有那个原唱 好不好听 你看了 大家都知道好听了 第二段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大家 再大声一点跟朋友们合唱 对 一块唱 好不好一起唱 白天和黑夜 只交替美交换 无法想象对方的世界 我们仍坚持 各自等在原地 把彼此站成两个世界 你永远不懂我伤悲 像白天不懂夜的黑 像永恒燃烧的太阳 不懂那月亮的阴阙 你永远不懂我伤悲 像白天不懂夜的黑 不懂那星星 为何会坠跌 你永远不懂我伤悲 像白天不懂夜的黑 像永恒燃烧的太阳 不懂那月亮的阴阙 你永远不懂你永远不懂我伤悲 像永恒燃烧的太阳 你永远不懂我伤悲 不懂那星星 为何会坠跌 不懂我伤悲 就好像白天不懂夜的黑 就是完全复制上次的车祸现场 我跟你说 错的地方都一样 其实我说实话 我觉得我们现场呢 他们来到现场看你 最主要就是想看到你本人 以及听你唱歌 我都好久没唱歌了 你就在现场可谈 他们都觉得好听 你可别闹了 真的你知道吗 你就他们都觉得 哦 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旋律 不要瞎说好不好 我们还是聊一下生发的事情 我跟你说 我我自己现在认识的潘老师 是一个非常的谦虚谦逊 我记得我们每次出于唱歌的时候 潘老师每次都会说 一人这个歌唱的真心是可以 这是能不能 其实我觉得说实话 以潘老师当然都是我们的 入行的比较前辈了 他虽然这么讲也不那个 但确实是 他到今天为止 一直都是怀揣着一个赤子之心 而且特别的谦逊 不管对任何人 他跟每个人在合作的时候都说 谢谢您 谢谢您 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请您多多指教 就包括是我们出去帮他 肩棚录歌 他都一定一样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觉得 生活中你已经到达了一个 相对的位置之后 还能保持一个最初的心态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难的 相对的重量 相对的重量 很有重量的 我觉得在入行的这些年当中 潘老师通过自己为人谦逊 以及对朋友非常的仗义 这些等等等等自身的优点 结交下了非常多的好友 那今天呢也有非常多的好朋友 通过VCR给我们送来了祝福 让我们来看一下 哈喽 月明生日快乐 在尼泊尔给你祈福了 祝你永远开心快乐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渭亚轩 在这里呢 祝潘月明老师生日快乐 然后希望他以后一切都顺顺利利的 然后越来越开心 越来越快乐 生日快乐 祝潘老师十八岁生日快乐 站住 小潘 祝你生日快乐 不管你过几岁生日 在我心里 你永远是那个 虽千万人无往矣的追风少年 潘老师 生日快乐 我是何琼 在这里祝我亲爱的潘老师呢 每一天都幸福健康 然后呢 希望有机会跟您学画画 学写字 学很多东西 然后潘老师是个特别有毅力的人 原来是就是经常跟我一起 那个吃宵夜 然后喝一杯 自从开始这个拍戏减肥之后呢 就再也不接受我的邀请了 所以呢 我希望你快点拍完戏 然后呢 快点回到宵夜的大军当中来 我等你哦 大家好 我是海涛 在这里呢 祝我月明哥 生日快乐 每天都开开新鲜的 有时间我们在一起 约着看球了 月明哥 哈喽 潘老师 祝你生日快乐呀 在这里首先要祝你越来越瘦 越来越帅 然后戏演的越来越好 画一画的越来越好 最重要的是你会越来越幸福 嗯 啊 今天是月明的生日 啊 月明这一年工作特别辛苦 啊 好像 在我的印象里面 整天都在各种各样的拍戏啊 跑通告啊 所以呢 在祝月明生日快乐的同时 呃 小小提示一下 好不好 40多岁的人了 啊 咱们都是中年人了 所以要注意休息 呃 身体最重要了 呃 那个身体好 喜欢你的粉丝们才会 呃 放心 对不对 呃 但是不管 呃 怎么保重身体 怎么减少工作量 麻烦你 赶紧把白夜追凶二拍了 好不好 等着看呢 祝潘月明老师 生日快乐 呃 呃 Euh 谢谢 谢谢 谢谢所有的明显好享受場的祝福 谢谢 太好了 太谢谢了 其实今天不仅VCR当中的好友 纷纷地送上祝福 在这样一个普天同庆的好日子当中 我们在拍摄《白夜追凶》的过程当中 有三位合作的演员朋友 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他们分别是 吕晓琳 尹淑仪 王于阳 有请三位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有请 大家别那么客套 往台中间站一站 咱台中间站着 有声音吗 我刚刚替大家抱过了 确实瘦了 喂 喂 我这可以 可以吗 可以可以 好 这个三位好友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其实很多朋友也非常想知道 在这个生活当中 你们的眼中 潘岳明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小林先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潘老师是一个很会生活的人 比如说 除了美食啊 还有画画啊 那个写字啊 对 我给你带了份礼物 你要先看一眼吗 我昨天那个弄到半夜 好 来 我们看看小林的礼物是什么 把我的礼物拿上来 好 来 来 给大家看一下 哇 太厉害了 我现在画比那个片酬贵啊 哦 哇 太棒了 太棒了 真的太棒了 送你送你 生日快乐送到这 太谢谢了 哎 这个画很有意思 小林这个画是 画的潘老师是哪一部戏 还是你想象中的她 有张照片 嗯 有张照片就是这个 对对对对 copy的这个照片 挺有意思的 潘老师 对 我知道了这个 我们先碰到旁边来 对 我是不是把您画瘦了哥 没有没有没有 那个 对 还留着胡子的那个照片 我当时 对对对对 是是是在那个 在致敬一个画家 叫那个 好像是法国的那个叫 留着小胡子打卷的那个叫 我还以为这个是 为了向那个教父致敬的 看起来很像那个感觉 有没有一点 好 小林觉得生活中的潘老师 是一个很懂得生活 对对对对 不仅美食啊 而且画画写字 她画画也特别好 我看得出来了 其实我不知道 以前以前不知道 小林还会画画 对 我还开过画展呢 真的假的 哇 不仅会演戏 还开过画展 下次画展邀请了 我们一起去看啊 一定一定一定 好吧 OK 好 好 来 那我们看看这个 王宇洋 不好意思啊 因为就是生活中 相对来讲 我跟宇洋接触的比较少一点啊 宇洋 那个我们第几次 第二次见面 第二 三次吧 差不多 来聊聊潘老师吧 生活中你觉得潘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 生活中 潘老师是我大哥哥 我们更多接触的是在工作中 我们现在还在一起 我们现在也在一起 你们还在一起多久了 我们在一起啊 从去年开始就算了吧 这个鬼吹灯 我们就现在就在一起 然后包括后面的白夜二 我们还会在一起 我跟宇洋歌舞王发短信的时候 我说哥 今天我们一年在一起啊 在一起一年了 对 而且在工作中 潘老师是一个工作非常严谨的一个人 说减肥的时候 大家都在想 哎呀 应该减不下来吧 但是当我们到了之后 试装的时候 才突然间发现他真的瘦了 真的 瘦了太多了 而且现场拍戏条件特别苦 哎呀 我说过了 是哪一部 是哪一部 鬼吹灯啊 鬼吹灯 没关系 就是艰苦这个事情 大家已经都知道的 所以 潘老师瘦了 真的瘦了 这是 接下来该你剪了 我剪了就不接戏了 好 来 我们邀请一下依依 聊一下你眼中的潘老师生活中 是个什么样的人 潘老师很 很很 很温暖吧 对 然后 不管是对同事对朋友 然后感觉都 都会很照顾的很贴心 对 然后包括就是对 因为我们都知道潘老师特别爱存 就是粉丝朋友们的画 然后他就经常就跟我们剪吧 就说我这手机都快存满了 然后后来我们工作人员就说 其实我们也快存满了 就是因为大家画得好得太多了 对 就是 我跟你们说啊 就是一一刚刚讲到说 潘老师生活中是个很细心很温暖的人 我第一次见到潘老师的时候 就是在潘老师五年前的生日上 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唱歌 可是那个时候 完全我就是名不见经传 然后根本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么一个人 然后潘老师特别特别的有礼貌 我们在KTV的时候他就一直说 你们饿吗 你们想吃什么 想吃什么 尽管点 所有一切都没关系 就是他会满足所有人的所有要求 特别怕招待不好任何一个朋友 哪怕是他第一次见面 他就是这样一个特别细心 特别贴心 我们那时候想说 哇 潘岳明耶 潘岳明问我要吃什么 我什么都想吃 真的 就是他很贴心 很细心 那我们聊到这个生活之后呢 再问问看三位 在这个拍摄《白夜追凶》的过程当中 因为也是好几个月嘛 对吧 中间我也去探了好几次班 这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跟潘老师发生一些小故事 或难忘的回忆 跟我们分享一下 还是有很多《白夜追凶》的时候 小玲 你们先说 我先想想 先想想 那谁想起来 谁先讲好了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 就是潘老师的发红包和抢红包功能 都是最强的 对对对 虽然这个活动是我们导演发起的 为了让演员们提神 但是最后坚持不懈 并让大家继续有动力干下去 以及这个发源地就是 真正有发红包实力的 还是潘老师 对 我跟你说这个其实很好玩啊 就是因为我当时在长春探班 因为我是吉林人 所以当时我去探班了 拍摄非常艰苦 因为在那个湖面上 还是在什么森林里啊 树林里面 就是很冷很冷 全部都是雪 就是你裹几层 那个暖宝宝 还有那个保鲜膜 都不能够保暖 很辛苦 可是潘老师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人啊 就是闲暇的工作当中呢 也会在这个群里面发发红包 大家抢抢红包 而且手速极快 你永远都以为他没有看到这个红包 结果打开 第一个就是潘岳明 特别可爱 你怎么练就抢红包这个 我没有 他们 他们那个导演 他们 啊 网瘾少年 说你是网瘾少年 其实这个就是 一开始是因为龙正哥要求婚 然后潘老师那天正好有通告 完了之后看不上 特别着急说怎么办 你们给我直播吧 然后建了一个群 从此就开始发红包 所以其实是那个求婚的这样一个群 变成了红包群 那刚才一一讲过了 小林有没有什么 反正就是大家在一起吃喝玩乐吧 除了抢红包还有就是吃喝玩乐的时候还在聊工作 还在聊戏 每天都是这样 就是工作中的潘岳明是个非常严谨认真的 非常严谨 这我觉得得解释一下这红包这事吧是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夜戏 所以好多人都是到下半夜基本都坚持不住了 对所以导演就在群里头建议说谁抢红包抢的少谁就要继续发 所以我是发的最多的那个 有时候我演的那个人物就可能大家看到都是揣着手的 偷偷地抢红包 但是手是放在抢红包的 在兜里 但是一开机就没办法抢 对对对对 老找那个拍我的时候再抢 就是为了防止潘岳明抢红包 等导演喊action的时候我们再发 对对 原来没有什么故事 可是为什么呢 这个让我们百思不得起解 对其实这个现场抢红包啊 这个因为我有的时候总在家工作 不去现场 但是为了这个抢红包我去了好几次现场 去干嘛 去现场抢红包啊 要不看不着他们发呀 就等着大家抢红包 对我总错过你知道吗 所以其实在 而且那时候连着拍了40多天的大夜 太辛苦了 人都已经真的很疲乏了 就是看着白天的时候 一看着白天就想睡觉 一到晚上就精神 那段时间特别苦 46天好像是 所以其实在这段辛苦的过程当中呢 发红包变成了一个生活中的小调味剂 可以让大家不至于在那么紧张的 拍摄过程当中压力很大 所以还是需要一个小小的调味品 来帮助我们调节生活的 那在这个最后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祝福的话 今天一人一句送给我们的潘老师 就是希望您 这么正宗 能一直保持初心 保持同心 然后做自己 所有想做的事 生日快乐 谢谢小林 太谢谢 羊 潘哥 生日快乐 知道你喜欢鞋 我可以做了一双 AJ1 世上仅此一双 好 这个 这个 这个很有心 因为潘老师真的很喜欢鞋 太谢谢了 哇 这个礼物真的是送到心坎上 看一下展示一下 不愧是在一起的人 这么懂对方 还是有点焦味 因为是把鞋底斩下来 然后上面用舌皮做的 改装的 重新改装的 太谢谢了 太谢谢了 这个礼物真的是很用心 真棒 谢谢 谢谢 好来 交给我 他在我们白鞠兄里演那个街坡 大家有印象吗 小徐 对啊 小徐 不是 我就计算了 小徐 然后没找我呀 谁 谁 什么有人砍我是吧 有人打我 对 有人打我 我没找着那个人 谁呀这是 谁呀 马上一秒入戏 关你啥事 他可逗了 好 我们的依依兰 送上自己的祝福 祝福 我前两天 你有看到大家的微博 有一句话 我觉得特别感动 也特别适合送给潘老师 相信也是大家要送给潘老师的 就是希望你出走半生 归来仍是少年 永远快乐 这句话好 说得特别特别道 我努力 我努力 好 那今天非常感谢 三位好朋友来到我们的现场 那我们台下先稍事休息一下 谢谢 谢谢各位 怎么样 还开心吗 开心 太开心了 对 谢谢 我相信今天大家在进场的时候 一定有看到我们屏幕上一直滚动播放的 潘老师为携程旅行网拍摄的 Why I travel的MV和花絮 我相信在场的粉丝都有了解 今年春节期间 携程旅行网与潘老师一起携手 开启了治愈之旅的合作 很多粉丝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 以及南京 西安 苏州等国内重要城市的机场火车站 电影院等公共场所看到了很多潘老师的 治愈之旅的海报 粉丝也在微博超级话题YI travel和其他社交媒体上积极互动 为了感谢大家的踊跃参与呢 今天我们的生日会独家赞助商 携程旅行网的嘉宾也来到了现场为潘老师送上祝福 让我们有请来自携程旅行网的SKY 陈孝天先生 有请 谢谢 谢谢 您好 陈先生 谢谢您 潘老师 您好 您好 非常荣幸今天可以到我们潘老师的生日会现场 可以面对面的为我们的品牌挚友送上一份生日的祝福 其实我们之前也都沟通过 今天更多的我们并不想代表一个合作伙伴来说这些话 我们更多的希望跟在座的大家一样像一个普通的粉丝一样 为我们潘老师送上诚挚的生日祝贺 毕竟我本人也是您二十多年的老粉 对啊 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潘老师的老粉 脱您的福毛发还算旺盛 我跟你说脱发这个梗跑不掉了今天 我听说在这个日本的拍摄过程当中你也有参与对不对 是的 我想问一问啊 你在这个私底下工作过程当中 接触到的潘岳明对你来说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说到这个其实我是一个粉丝 但是第一次有机会 因为日本拍摄的机会能近距离地接触到潘老师的工作状态 因为一直都知道他的敬业 他的专业性都是有口皆碑的 但是近距离的感受还是非常的不一样 有一个细节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在一整天的拍摄开始之前 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有条不紊的准备各项的活动 但潘老师真的是把自己关在一个小角落里 静下心来去揣测角色台词去培养情绪 其实一直让我觉得 你潘老师的专业素养 拍这样的一个商业广告片是很驾轻就熟的 但是无论是一个大制作的电影 还是一个普通的广告拍摄 我们的潘老师都能一视同仁 把最好的状态呈现出来 去沉浸在每一个角色中 这个我作为旁观的人看到 真的是非常的感动 所以一直以来我都非常的欣赏潘老师的作品 他的为人 有机会跟他这样有工作上的接触 就更加的喜欢潘老师了 所以在今天我们真的是要献上我们的祝福 潘老师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 潘老师 因为你去日本的时候 当时我也知道 就是拍摄的过程其实还算很艰苦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MV当中 因为很冷很冷听说在那边 所以在那么比较艰苦的一个条件下 有没有什么发生的趣事 或难忘的经历 在这段治愈之旅 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 我因为很久没有去过那边了 最早的时候还是 是在哪拍的 日本哪里 在日本的九州 九州 以前去是参加东京数字电影节 都已经是06、07年的事了 很早 不止 好像更早 对 然后应该很久没去了 我就印象里应该挺暖和的 然后去了以后 怎么还是那么冷啊 对 然后就雪 刚好赶上下雪了 然后他们说那个雪景其实很难得的 因为就是下这么大的雪 拍起来很漂亮 对 特别好看 因为之前所有的那个通告计划 全部都是那个晴天的 对 然后后来我就没办法 我们就只能就着这个雪景 结果拍出来就效果就特别好 就比想象中的还要好 意外有意外的美 我觉得 很意外 然后我就印象里 我自己往那个远山跑 然后每一角都会炫到雪里面 多深大概 炫到哪 应该能够到腿肚子吧 到这 对 哇 那雪挺深的 就是爬到山上的时候 然后就跑 但是觉得 虽然可能一直在喘气 但是就觉得心情特别愉悦 对 就感觉真的是放空的那种 因为空气也特别好 然后就雪山真的很美 所以其实拍摄算是很艰苦 可是这一段治愈之旅 还算是很治愈的 对 那会儿其实胃口也挺好的 日本美食也那么多 反正吃的也很开心 是 好 非常感谢两位这一段旅程 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陈先生 请台下就坐 哎呀 我们今天啊 玩也玩过了 歌也唱了 这个VCR也看了 好朋友也到了现场 其实潘老师你知道吗 粉丝有为你准备了一个很特别的礼物 他们有为你专门准备了一首歌 是送给你的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素油 你不要以为这个歌就这么简单而已 他们的歌词 每一句歌词描写的都是你曾经饰演过的角色 而且他们为了让这个歌听起来更专业 我听说是有去找专业的人士谱曲 对不对 有去找专业的人士去把这个曲子专门地谱出来 所以这首歌很用心 希望大家等一下看的时候 认真地看歌词 每一句歌词都有在诉说潘老师的一段旅程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好 谢谢 谢谢 出声有龙虎 你暂停认识不济 你一定学学你什么神话 哦就是笑 别扫我明白是吧 这有什么可质的高兴 我们扑暗抓嘴饭 可能拼得你死我活 这是我们不得不做的 可这有什么可质的高兴 对不起 视线 荒唐无鸳鸯 景水不怕喝水 何必五强能忘了 你要是不知声 我可就不客气了 心就叹笑断烂藏 我最爱预备了 我也一样 为证明人恨 满回为敌烈 多云无如落伏墨 每一个女人都在鼓掌的家 夜夜心灰烂光 除了你 也没有人可以伤老这么帅 做完整理了 你不要再做了 老板 有你这句话 我小白心也能告诉你 我还是想做事 我要继续做事 就这样 相公 我把你的情形已经修好了 就像换娘 即使她不在了 却永远都在我们心里 谁爱去谁去 反正我不要 孟然是好 哪哪都好 可我就是不喜欢 我当初这么好 加沙唐 混沌灭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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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 专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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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 这多少年前了 十五年年 可能吧 七十八五 没有啊 就是耳畔清风的感觉 我觉得不能这么说 是因为之前我们要做到更好 让大家可能多点知道我 怎么样 唱不错 真的假的 其实生活肯定就会有很多阻力 肯定是永远都阻断不完的 我觉得其实生活有魅力也在于你有很多未知吧 所以你知道他是一个常态的时候你就不用那么计较 我相信这首歌真的也是潘老师啊 和粉丝之间的这个相互陪伴的一个最好的见证 再次的感谢有心的粉丝们给自己鼓鼓掌 其实今天啊 不仅我们的粉丝为潘老师准备了礼物啊 潘老师也准备了礼物要送给你们 而且是非常特殊在其他地方都得不到的礼物 潘老师今天呢现场会做画 就是在我们的T恤 在空白的白T恤上面画一幅画 送给现场的幸运粉丝 来 邀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不知道是谁这么幸运可以得到这个T恤咧 好 就是这个 我们是会拿水彩笔在上面画出来一幅 这种笔画上就可以 任由选择 来 这样会不会透到后面去 那你看你要想要说怎么画 画前面画后面 关键是有没有一个什么用途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你就算画了 他们一定不舍得穿 一定回家给它裱起来 你懂吗 这种东西一定不会 可是你要找个硬质版是不是 对 硬质版是塞到 我们的工作人员这边有硬质版吗 或者拿一个盒盖 对 中间可以帮我们垫一下 带子什么的 我就画一下那个吧 画什么 就是 画什么 貂蝉 我听 画个貂蝉吧 我想一想 画什么 画什么 然后点开了自己的照片 没有 没有 我看看 画什么 他们要你画自画像 自画像 自画像 这个很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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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这个吧 可以看到吗 画这个吧 这个很好 非常非常好 好 来 我们就这个好不好 所以上面那个大头 那个是你吗 是 然后下面是 是什么 这是去年的我 啊 哈哈 粗的那边 粗的那边好一点吗 嗯 粗的那边好一点 好了 我们要现场作画了啊 来 我帮你瞪着 我帮你瞪着 有吗 好 我帮你瞪着啊 我帮你瞪着啊 可以吗 要先比一下啊 看看这个 画一个简笔画 潘老师你说这个是去年的你 对不对 那去年的你这个时候大概 比现在胖了多少 啊 现在比那个时候瘦了几公斤 你猜 哈哈 哟 还不告诉我 就怎么样都帅是不是 哎 他画的好可爱 特别特别可爱 就是嘴 嘴是那种胖嘟嘟的 你通常在家画画的话 都会是有感而发吗 想到什么画什么 是啊 就不会去想说 要特意的经营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今天看到什么 像写日记一样 就给它画下来 我觉得画画就记性吧 记性可能更有价值 好多东西就是 就有点纪念 那请问潘老师 你答应送给我的扇鼓 什么时候给我 啊 扇子啊 小林也说了啊 小林有意思 你可欠我们很多画呢 嗯 这个 好吧 我 他总这样 就他总是说 哎 慢慢的 以后都会给你们的 不要着急 我给给给 我那个 我就答应了 前年答应我的 到现在了 我就得追这个债跟你说 每天猛追 哎 差不多啊 现在头发已经画完了 哎 你真的可以画得 跟原本这个上面一模一样 哎 所以平常在家的时候 觉得写字跟画画 是不是特别有帮助于静下心来 有有有 肯定是 你这些节目嘛 你拍戏的时候也可以画呀 你拍戏的时候也画 都会画 在剧组的时候 其实你也会画画写字对吗 会啊 哎 我们一般会觉得在剧组的时候 大家无聊的时候 就在那边坐着 大家打打游戏啊 玩玩手机啊 哎 潘老师这个哈 佛系 其实挺好的 我觉得已经画得特别特别好了 就这种断断断断的 还有一种它的特殊的美 我一开始以为你画的这个 下面是领子对不对 啊 下面是领子 我以为是一条锦鲤 我以为你把头画成了你 然后下面画了一个人鱼的身体 锦鲤 啊 锦鲤啊 他自己说了 锦鲤在后面 要送出的那一幅自画呢 就是一幅锦鲤 他自己画的那一幅 好了 马上就要完成咯 其实我觉得这个倒挺好的 就是跟原本那个还不太一样 但它是断断挺有自己风格的 OK了吗 可以了 好 来 我们来看看这幅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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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会音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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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名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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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来 我今天这一份T恤到底是能够花落所一家 我们现在就不晓得了 还有一副礼物啊 就是潘老师自己亲自做的锦鲤 来 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这是那个 因为昨天工作收工特别晚 然后还有很多准备工作 这是我今天出门的时候赶时间画出来的 然后 对 大家都喜欢锦鲤 那我就送锦鲤好 转发这个情理会长头发 好 那来 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拿上我们的抽奖箱 大家进来的时候 都有报备自己的号码 我们全部都有放到这个盒子里面 来 为了向大家证实 是公平公开公正的 可以看到吗 里面都是你们的身份证号 以及你们的名字 所以说我们现场抽取两位 抽到谁就是谁了 来吧 庞老师 先抽第一个 第一个要送T恤还是锦里 第一个先送T恤吧 第一个先送T恤 拿了两个 被放进去那一个有多心塞 我们看看 江慧 江兰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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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兰兰是哪位 举手 好 红衣飞这位 来 先到我们的台上来 我们再抽取第二位 第二位就要送出我们的锦里了 我觉得大家比较想知道 被放进去的那一个是谁 心里面肯定想说 一个啊 来 看看这位 王静 永远昂远昔远昔远昔的王静 哇 这么开心 好 来 到我们的舞台上来 好 祝贺 祝贺 开不开心 来 潘老师颁发了这个景理 然后还有我们的T恤 潘老师你好瘦哦 好帅哦 潘老师你好瘦哦 好帅哦 潘老师你好瘦哦 好帅哦 哎 作为全场最幸运的二位啊 真的 有没有抽到自己的那一瞬间 心情是怎么样了 疯了 刚刚还说肯定不会中的 是结缘体结果就中了 是不是你这辈子中过最大的奖项 对 我刚才下面跪了一路了 对 跪得值不值 非常值 潘老师太帅了 对 这句话要大声点说出来 好 来 这位得奖以后的得奖感言来 我现在好像说不出话来了 但是 我应该是最幸运的了 为什么 她也很幸运啊 我 我喜欢这个啊 所以刚好你喜欢的这个被你得到了 对不对 好 那两位幸运人呢 不仅可以得到我们的这个礼物 同时呢还可以得到合照一张的机会 等一下 在合照之前 主持有一个问题要问出 回答的好的话就可以拿到礼物 回答的不好的话 这个礼物主办方跟我说 我有权利取消掉的 好不好 现在这个问题准备好 好好回答 主持人帅不帅 帅 主持人帅不帅 哥哥帅 哥哥帅 现在哥哥帅到底是我还是 这个吗 他 我跟你说 好了 这个合照好 那一位不好意思啊 来 有请我们的工资人拿出手机来过来帮我们拍照 谢谢了 可以啊 可以 当然可以 希望你们喜欢啊 哎 小溪 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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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吗 还好吗 太 太兴奋了 不要 不要这么兴奋 不要 没关系啊 等一下下去我们稍微把那边擦拭一下 好吗 你还 你还OK吗 还OK吗 有没有 有没有晕确 没有 我刚刚其实真的不好腿打穿 没关系 注意 真的 一定要注意啊 上台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好 经过一段小插曲之后 我们现在开始合照了 来 来 有请三位 来 有请三位 这边 这一机 这台 好 谢谢 谢谢两位 台下请坐 注意啊 注意 一定要注意 哎呀 这个礼物啊 也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 看到了没有 不来一个什么啊 是不是啊 不可能拿到我们 这么轻易拿到我们的礼物的 啊 经过我们这个礼物环节之后呢 嗯 接下来 就让我们进行生日最重要的环节 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推上为潘老师准备的生日蛋糕 有请 此时此刻可以有生日快乐歌出现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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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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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 我们英文再一次好不好 来 Happy birthday to you 来 来 Happy birthday 开始 Happy birthday to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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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哎 彭老师我们稍微往前 前面一点 嗯 再我们要进行这个 点蜡烛 然后切蛋糕 然后和许愿之前呢 其实粉丝们还有一个小小的礼物要送给你 我觉得是很有心了啊 呃 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个粉丝会员会的小朋友们 为你录了他们想对你说的话 此时此刻他们可能见不到你 可能在世界的各个角落 但是心里面想着你就会觉得很幸福很开心 我们看看 到底他们有 他们有什么样的话要对潘老师说 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 嗨 您好 我是杨阳 在这里先祝你生日快乐 时间过得好快 从向阴先生的小当端出使你至今 已经快二十个年头过去了 很想告诉你 用缘分遇见你 成为你的影迷 真的好幸福 原来世界这么便 友好的心 不算 潮流混乱也不乱 大家始终 愿绵 原来你我不相见 全来问候 甘虑 心中自真自诚 绵绵千载此心 不变 又到了一年一度你的生日 首先祝你生日快乐 时间过得真快 一转眼已经十四年了 我从一个未婚少女 到现在成为别人的妈妈 这一路走来点点滴滴感谢有你的陪伴 也感谢这些年来你为我们大家带来了一部又一部精彩的好作品 邮寄2009年你到上海来参加幸福无价的媒体发布会 到现在也有九年了 虽然我现在因为工作和孩子的原因无法经常参加各种活动 可能消息也比较闭塞 但是无论距离有多远 我始终在你身后默默支持你 要注意身体健康哦 加油 嗨 派老师你好 我是大头小张 从小白开始 从月灵居走来 时光流转 风轻月灵 这么多年 我们的生活都在一步步的向前改变 但是唯一不变的是我们永远在一起 我们永远支持您 今天是您的生日 在这里我要终心的祝愿您生日快乐 往后的每一天都平淡顺遂健康 不要走开哦 还有彩蛋哦 滑飞 好 我们说什么呀 祝愿明叔叔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我最最亲爱的小潘 在你生日来源之际 我在遥远的广西 就让你在今年 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 作为月灵居一份子 我永远 永远 永远 多谢 我爱 sitä AL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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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真的生活中是一个很内向很内脸的人 开心啦 我觉得一定是开心的眼泪 就是高兴 高兴 就是高兴 其实说实话 我跟潘老师认识的那个时候 相对来讲算是 潘老师的人生的事业当中 比较低谷的那个时期 我真的是 一点点的看着潘老师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到现在 真的宇宙的每个角落都充斥着他的粉丝 特别的开心 替他开心感到高兴 但是没想到 真的今天你们做出来 这个全世界各地 我觉得每个地方都出现了他的身影 这个时候我觉得作为一个艺人 或者是演员来讲 是非常非常骄傲的 再多跟他们说两句吧 我觉得他们特别想听你说 谢谢你们认可我 然后我 我没有不继续努力的道理 我会踏踏实实的去工作 然后扎扎实实着做人 然后希望能够 能够更多好的作品 回馈大家 然后大家一块努力 希望你们快乐 谢谢 他就是个很简单 很真诚的人 他可能不会有太多的话言巧语 不太需要跟你们说 嘘哈问暖 但是他的每句话真的都是发自内心真诚地 照顾到每个人一个的感受 好吧 也希望 我看下面都已经哭了 怎么了 特别特别的难受是不是 看着 来我们来问问 我们来问问这一位 来 怎么了 为什么会能够 讲两句 讲两句 不是 就是一直跟着潘老师 然后看着他 现在就是越来越好 真的特高兴 然后就想了这么多年 特别不容易 但是都挺过来了 无论是他还是本心 谢谢 谢谢 我其实相信啊 他代表了很多位 潘老师的粉丝 说出来自己的心里话 不管怎么样 过去现在和未来 一定都会碰到困难跟艰苦 但是所有的一切不好的 都会过去的 我们终将迎来美好的明天 比如说现在的潘远明 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偶像 我也希望你们可以永远地支持 潘远明好不好 好 谢谢你鼓励我 不不 完美是真不完美 对 完不完美 就我们就好好地珍惜现在 然后珍惜身边的亲人 珍惜身边的朋友 友情 珍惜我们所拥有的工作 拥有的健康的身体 然后把所有正能量的东西 带给我们爱的人 好吗 好 那刚才已经看到了 因为很多粉丝是无法今天来到现场的 所以通过视频呢 传达了自己的爱意 但是也有来到现场的粉丝 要送出来自粉丝的礼物 让我们有请粉丝代表好不好 来 接下来有请粉丝代表 送上礼物 你好 麦克风 可以可以直接讲话 其实我 先问潘老师一个问题吧 你还记得我叫什么吗 这个问题的唐突啊 一位美丽的女士 是不是有个蝴蝶的蝶呀 谢谢 谢谢 有记得吗 有记得 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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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已经脱离组织好久了 我是在08年的时候离开了北京 去了广西的南京工作 所以说呢 就从08年到现在为止十年时间了 就没有在和潘老师有更多的一些 比如说一些探班啊 这些活动我都失联了 但是呢 好在其实我们月明居 包括现在在座的特别多的粉丝 不断地加入进来 然后我觉得 我可以攻击身退了 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在这里代表 因为我是02年的时候加入月明居的 那是一个非常久远的组织了 那个时候应该是我们没有碰过面 只是通过网络 那个时候应该只有网页 都没有微博微信 这些新的言乐 确实年代有点久远 久远 不小心暴露我的年龄 我也好老了是吧 没有没有 看起来是非常漂亮 那会儿在铁巴里还留言 对 那会儿只有铁巴 对 那会儿北京还只有两条地铁 对 是的 就是那个时候 然后后来呢 就是因为工作人员离开了 但是月明居其实 包括很多的粉丝朋友们都在 我就不一定名了 他们都非常的低调 然后呢也委托我 在叫月明居以前的一些老的朋友们吧 我只能这么说 说希望我们的小潘老师 以后能够步步上层楼 然后有更好的作品 重要的是要每天活得开心 好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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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的蝴蝶小姐 谢谢 好了 送上我们的礼物好不好 来 好的 然后麻烦我们帅哥主持人帮我拿一下好吗 我帮你拿买 来 好的 谢谢 这里面是几百个我们粉丝的一些祝福吧 谢谢 然后呢我大概点了一下 大概600多张 你可能需要每天看两张 要不然明年又有新的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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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您拿一下 然后这里边呢是我们影迷朋友 是我们的粉丝朋友呢 把您所有的作品 然后写了一些影评 我们装进行试了 然后希望你能够在床头做阅读吧 太棒了 然后也看到我们和你的一个交流 他一定会认真读的 这个其实更有纪念意义了 这个是我们的粉丝 因为我们大家可能知道 现在有了微博 然后我们每个粉丝都会上来交作业 这就是我们应该说 粉丝作业的一个集品集 所以说呢也希望潘老师能够效纳 谢谢 太谢谢 谢谢 然后这个呢是一个迟到了十几年的礼物 这个是我委托一个朋友 帮我刻了一方印 叫月明居印 月明居印 虽然说月明居现在已经 可能没有什么那种实际上的一个机构了 但是我觉得 精神永存在 对 但我觉得他应该一直被我们纪念 最早和大家交流了一个平衡 我觉得他应该 可能就希望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回忆吧 好吧 谢谢 好多礼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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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谢谢 看到这个特别温馨就是 但是他真的从很早的时候算是陪伴在这个粉丝的这个月明居 对不对 我觉得慢慢慢慢的包括刚才看这个VCR当中 很多女生从女生变成了女人 甚至变成了妈妈 两个孩子的妈妈等等等等 一步一步地陪伴在潘老师的身边成长 好 等一下 谢谢 谢谢 你们知道呢 潘老师的家里有一个房间 全部都是放你们送给的礼物的 哇 而且他真的你们送的任何东西他一定不会丢掉 这是我真的少见的有一个偶像可以做到这样子 因为其实有一些啦 我们就不想是谁了 真的会比如说送的一些小来小去的东西啊 有意无意的就放丢了 他会珍视每一个人送给他的每一个小物件 在他的家里面专门有一个房间 所以其实你们不要担心 刚才我就说 最多的是书籍 对 所以我就想我什么时候才能看完 放心你一定会看完的 因为他也很爱看书 我觉得爱写字爱画画的人应该都很喜欢看书 好啦我们这个粉丝的感动时间过了之后呢 现在就要进行我们的就是这个点蜡烛了 然后我们要许愿好不好 好 来我们先到台下 好 来 还好 还好 OK 来吧 潘老师 许下美好的愿望吧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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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要吹蜡烛了 1 2 3 生日快乐 来 潘老师 切下第一刀 随意切一刀 切哪里都可以了 好 谢谢 谢谢潘老师 这个蛋糕 等一下呢我们就可以分一分吃掉 来 有请潘老师我们台上有请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今天大家能够来到我们这个现场 今天呢 玩也玩了 我们这个见也见了 握手也握了 抱也抱了 开不开心 开不开心 我们的工作人员拿上手机 这个也装不下 你们以为是一个一个拍啊 对 想太多了 在这 在下面 对 按一下 然后它会有个 会有三秒延时 会有三秒延时 OK 来 我们先 这边的粉丝可以找到吗 我不知道这个 就这样 这样子 你看 你摆到这样看 就可以全部拍进去 好吗 来 我帮你拿 好 你OK了 你就跟我示意好不好 来 我看一下啊 他准备你现在数二了 没有 没有数 你按才行 来 准备好了啊 好 一 二 三 茄子 有拍到吗 哎 三 你要按住啊 潘老师 按 用力 用力按一下 二 一 开始 OK 好 来 我们再一张 再一张 三 来 准备 OK 好 来 我们换一面 换到这边 换到这边 好 看好这个屏幕 3 2 1 茄子 好 来 我们再一张 预备 3 2 1 OK 好 这样 这样有OK吗 大家都有合到影 可以吗 因为真的 我们现场的粉丝太多了 每个人合影肯定是不现实的 好吧 我尽量帮你们谋取服务 也只能是这样了 好啦 合影我们也合了啊 相续的时光总是很快 虽然我们带着非常多的不舍 但是我们今天 潘月明生日会到这里 马上就要结束了 感谢所有粉丝的到来 感谢所有的媒体朋友们啊 还有所有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 感谢携程旅行网 还有支持此次生日会的 北京康莱德酒店 深圳圆龙酒业 澳大利亚GNT 精品酒业 梅塞德斯奔驰香水 再次感谢各位的到来 希望大家能够带做一份 珍贵的回忆 我们明年生日会再见吧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你们回家要注意安全啊 这世界很酷